新年81岁的美国总统拜登 8日在文件门调查中免于刑事指控 却被特别检察官在报告中直指记性不佳 质疑他甚至不记得自己长子过世时间 几个小时后 拜登在夜间紧急记者会上 捍卫自己记忆不差 并回呛道 他不需要任何人提醒自己儿子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这关他们屁事 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8日称 白宫对本次记者会的准备十分匆忙 直到拜登发言前20分钟才通知记者 似乎是报告中的先锐评论所引起的轩然大波 出乎了团队意料 而在电视直播中 拜登也为自己的记忆力和执政能力 进行了情绪化和激励辩护 谈及2015年因脑癌离世的长子 博拜登时尤为愤怒 报道里甚至说 我不记得我儿子什么时候过世 他怎么敢提这件事 拜登说 老实说 当我被问到这个问题时 我心想 这关他们屁事 我不需要政客人 我不需要政客人提醒我 他去世的时间 当地时间8日 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 罗伯特 胡尔公布对拜登此前担任副总统期间 处理机密文件不当的调查报告 这份长达388页的报告 认可拜登积极配合调查 但也评估其记忆力严重受限 称他是个善意的记忆力差的老人 胡尔写道 在与我们办公室的面谈中 拜登先生的记忆力更差了 他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担任副总统的 在采访的第一天 就忘记了自己的任期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在采访的第二天 又忘记了自己的任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也不记得自己的儿子伯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尽管这就发生在几年前 纽约时报说 报告对其年龄和记忆问题的评价 显然让拜登很不爽 对此 拜登8日在记者会上说 我的记性没问题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拜登还称 胡尔是在去年10月8日和9日对他进行访谈 尽管当时正忙着处理 发意冲突这场国家危机 但自己还是给了对方共计5个小时的谈话时间 在发布会上 记者们不断追问拜登 有关报告中 对其记忆力的描述 拜登也表现得颇具攻击性 华盛顿邮保称 他不时高声说话 与记者争论 并给出近乎讽刺的回答 当被问起为什么 他不应该 让位给更年轻一点 继任者时 拜登严地回应道 这只是记者的个人判断 秉承自己是美国最有资格担任总统的人 他应该完成我开始的工作 一名福克斯新闻记者问道 你的记性到底多差 你还能升任总统吗 拜登呛声道 我记性差到点你发言 美国政客新闻网分析称 尽管对这份报告感到愤怒 但拜登的助手们也意识到 报告中的说法凸显了他最大的弱点 他的年龄 和对他精神敏锐度的质疑 事实上 就在这场记者会上 拜登谈起8月冲突时 再度口误 将埃及总统误说成墨西哥总统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本周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当被问及拜登是否具备 连任总统所需的精神和身体健康时 76%的选民 表示有重大或中度担忧 77岁前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也利用司法部报告 强调了对拜登年龄的担忧 如果你老的不能接受审判 那么你也不适合当总统